她前妻现在起诉我们 说那房子是他们共同财产 我们要面临的就是不家可归了 没有房子住了 所以我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 好 往女士这边坐 双方原来家庭都有孩子吗 她有一个儿子 我有一个儿子 孩子都分别跟谁啊 她的儿子是判给她前妻了 我家那个儿子也是判给我前夫了 后来孩子生活不太好 后来我就把那个儿子带在我身边了 你们婚后再有孩子吗 我们是07年又生了个闺女 所以现在是两个孩子跟着你们 对对对 但是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丈夫的前妻起诉你们了 是因为什么呢 我老公名下有两套房子 我进她家里的时候 她妈妈就是什么都不能动 疼患 对 完了是从2003年吧 一直就是伺伏她到2006年没的 没了我老婆婆以后 我们这个女儿07年才出生的 等到10年 我其实就是想法特别简单 把我们住这套房子 过后到我的门下吧 15年 前妻上这儿来闹腾 要是年我们出去 我才知道这个房子有成分 因为原来就是过后到我门下 那个房产证 我是一直拿着嘛 但是也没有用过 也不知道是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从10年过后到你零下 这个事你认为就已经这样了 对对对 一直到15年前妻出现 对对对 你才知道什么的事 对对对对对 那前妻来说什么呀 要撵走你们 她说这个房产是他俩共同的 她就是说我老公没有权利赠送给我 你当时那一天是等于突然知道这个消息的 对对对对对 你当时什么反应 哎呀我当时就觉得就是天塌下了 就是没有活路了 我就想不明白 然后你当时跟前妻有对话吗 就吵起来 吵起来完了以后他就打招邀灵了 你们现在还住在那房子里面吗 住着呢在这心里不踏实 知道哪天他就来了 那什么时候他开始走诉讼了呀 他是一二年起诉的我呢 法院判了是他俩共同的 一二年就起诉你们了 对 你都不知道 我都不知道 我老家是常德的 一一年就是我妈生病了 我就带着我女儿就回过老家了 后来就是补不住了 我问他 他才说了这些事 那先生为什么要一直瞒着你呀 我不知道 他说一直害怕吗 一二年他前妻找他 他就把他前妻住那套房子 过后到他前妻里下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的意思是老公有两套房产 对对对 这个你知道对吧 对对对 但是你一直认为 你们住的这一套是你们的 对对对对 完了我老公就起诉他 要把他送予他那个前妻那套 要回来要重新分割 哪会就是一人一套呢 要回来了吗 没有 我们败诉了 也就是说一一年前妻那边 起诉的时候 这房子法院是判给了 他俩的嘛 判给他俩 对 跟您没关系 对对对 跟我没有关系 您认为这房子跟你有关系吗 我想的应该是跟我有关系 因为是我老公的对吧 所以其实 稀里糊涂的过了这么多年 一直到这个事 对对 前妻上门才发现 对对对对对对 那我们也想问问先生 就为什么这事要瞒这么多年 他害怕是害怕你生气 还是害怕前妻 都有 都有 对 那我们来问问先生 好不好 丈夫的前妻突然起诉要房 这让王女士始料不及 本来以为丈夫离婚后 有两套房产 岂不知这两套房产 都与前妻有着扯不清的关系 结婚15年 王女士对此一无所知 直到2015年 丈夫的前妻来吵闹 王女士才从丈夫刘先生的口中 得知这一切 那么刘先生为何要对王女士 隐瞒这一切呢 即将上场的她 又会作何解释呢 妻子说瞒了她很多年 从11年前妻那边起诉 到后来一直上门 您现在的妻子 王女士才知道 因为当时呢 我这个人吧 平常胆子挺小 我前妻那个人挺霸道的 就是说特别强势 那时候就家里说是两套房子 所谓的两套房子呢 一套是这个西建街这儿呢 是公产房 是我父亲留下的房子 我母亲画到我名下 然后房改的时候 让我出了三万块钱买的 然后卓达玫瑰园那儿呢 是我在保险公司的时候 花了七万块钱买的 这边就是我名下两套房子 03年我母亲摔了腿了 我爱人呢 就又不伺候老人 哎呀特别强势 离婚协议也是她写的 在这种情况下 一气之下来 那个稀里糊涂就签了字了 2003年 刘先生与前妻感情破裂 协议离婚 双方约定 刘先生名下的两套房产 及屋内的物品均不动 将来由儿子刘峰继承 其中 卓达玫瑰园的房子 暂有前妻和儿子共同居住 刘先生与母亲居住在 另一套西建街的房产 既然2003年 刘先生与前妻 对于房产的分配进行了约定 那为何又在与第二任妻子 王女士结婚后 将所居住在的西建街的房产 过户到了王女士的名下呢 05年06年 她妈就鼓动着小子就告我 就是说这房子非要 当时就要过到她名下 后来法院就给她驳回了 然后呢 她又告到中级法院 中级法院06年给她驳回了 还是我们两个共同财产 当时是 在这种情况下来 我母亲那个泥流之际 然后就是说 不要亏待了小丽 就是说 你看一把尸一把尿的伺候 是吧 也没什么怨言 而且呢 还领着一个11岁的一个儿子 也挺不容易的 这边也是一家 是吧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来 我就把西建街这儿 因为我妈也出了口了 就要过到她名下 我就给过到她名下 这是不是当年提出来 她要过户的一个背景 对 因为知道她前面有一些起诉的想法 对对对对对对 在这种情况下 就过到她名下 我想问问当时过完了 你是不是觉得这个事就结束了 对对对对 我就这么想的 然后呢 07年我们又生了一个女儿 10年我的那个岳母病了 然后她就带着女儿就回家了 走了有几个月吧 然后呢 就是我前头那个儿子又结婚了 又生了一个孙子 因为那户口 还在我们原先那个西建街 这套房子那个名下 也没有签也没有干什么 然后呢 她就那个烧户口 人家说 这儿早不是你爸的名了 在这种情况下 她和她妈就又闹她 你把这房子给她了 怎么着怎么着 我这个人吧 也心软 总怕别人吃亏 老怕对不住人也别人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说你看 都是同样的两家人 我心软 稀得糊涂啊 下了个字 我那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她一开始 最主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为了以后孙子上学 她那个名下没有房 孙子上学 也不是以后要按片那个入学 在这种情况下 我哪头也觉得也爱照顾 在这儿稀里糊涂 我就签了字了 卓达那儿的房子 就过到她那儿了 过到她那儿以后呢 然后就是说 她返回来 她就告我 西建街这儿没权利给她 生命中的每一个点滴 都蕴藏着用心成就的美好生活 27年 我们因健康而生 对于伊利 每一滴好养奶 都带有生命的温度 荷兰黄金产奶袋 多床配方 伊利科学实验试验证 从牧场到家庭 从中国到海外 伊利洋奶粉 用更高品质 来呵护您全家的健康 生命中的每一个点滴 都蕴藏着用心成就的美好生活 27年 我们因健康而生 我们因健康而生 对于伊利 每一滴好养奶 都带有生命的温度 荷兰黄金产奶袋 多床配方 伊利科学实验试验证 从牧场到家庭 从中国到海外 伊利洋奶粉 用更高品质 来呵护您全家的健康 中医传承 将心幽远 高真堂 传承国粹 弘扬中医药文化 创新理念技术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液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未病先防 育病防病 以病防促 育后防复 一人一方 辩证失智 造福百姓 助力健康中国马 大医经常 良医好药方现效 熬治好凡 医人心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好医好药 好高方 提高诊疗效果 为健康 保驾护航 因为我当时觉得也分清了 我们两家人 别管谁的名了 是吧 你认为那边为了孩子 也留一套 这边是自己的小家 对吧 对对对对 在这种情况下 他得到玫瑰园的房子以后 没停 就马上就告我 没权利给他 一打官司了 就11年打的 14年又再生 11年的时候 为什么没告诉妻子 今年我这个人胆还比较小 我也不敢 我觉得到时候是这么大的事 到时候在因为家里头 我都是弱势 比较就是愿意稀释宁人 他胆小吗 他一直在说自己胆小 他是有娘主意 什么事就是惹了事了 但是他不敢躺了事 他怕我 一是对我身体有伤害 二是怕我在跟他生气 对 所以一直在躲 最后实在是捂住了 但这事爆出来 可就比您之前 满着事可大多了 先生 是吧 您这突然 这前妻就上门了 对 那天折腾得不轻吧 都弄到盘子所去了 那天前妻这一上门 和您现在旗子吵起来了 您怎么办啊 我 我就 就别让他们打起来 尽量别打起来 生嫌生气吗 您刚才说他孽儿主意 当时是特别生气 怎么说呢 我就觉得这么多年 就是不容易走在一块 又有闺女 后来一想 我家儿子本身 就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了 是吧 你说我家闺女 我再为了这件事 再让我家闺女 再尝受我家儿子的那个记忆 我就是心里过不去 先生肯定也不想再经历一次 对吧 后来他就告赢了 告赢了等于是这两套房子 我们占才占半套 14年他有一个再审 我不是一直就没理的 我觉得我不出面 你怎么你也办不了过户 是吧 在这种情况下 实际咱也是法盲 咱也不懂法律 人家到时候要求强制执行 然后他拿着那个房本 就是我们现在住着这 因为他觉得理直气壮 有了房本了 他就到我那边去闹道 他怎么会有房本呢 把我给他了那个撤销了 他不就人家那儿就办了房本 运直强制的 法院直接信 对 你没出面 我们都不知道 他都不知道 他都不知道14年 然后今年的 我女儿不是马上就上初中了 人家要求什么房产证 我说到房管局去问问对吧 我一问人家说 这边你这个档案里头 这边你这个一半房本 一直就在这放着呢 人家都给了我了 等于说我们的共同财产 你这才弄明白 我这才弄明白 你看玫瑰园那边是他单独的 给了他了 他就事过户给小子命下了 但是你看你一步一步的 首先是在离婚协议的时候 说的是以后给孩子的 然后到第一次起诉的时候 就把离婚协议给否了 那你等到前妻起诉你这第一套 玫瑰园的房子的时候 你们那时候没有再签任何协议吗 你当时不担心他对这套房子 再有什么想法吗 你一直在强调前妻强势 我当时也就是稀里糊涂了 也就是说句实话 要是说大般有点心计的 不会签这个协议 那应该是只对那套房子有约束 这套房子没有说清楚吗 没提这个事 他就是这么有心计 我就想不明白 就像咱老百姓说吧 一个熊一个掌 你不能说你这边得的 这边还有一边 赠给我这个 他能把我这个能撤销 赠给他那个卫生 他就撤不消不了 我不明白这个道理在这呢 那什么都能占了 那边给了他 这边他又占一半 那天爷哪有这么好的事情啊 就在刘先生的前妻起诉 要回王女士名下的西建界的房屋之后 刘先生也起诉 要求撤销对卓达玫瑰圆房产赠予给前妻的协议 然而让刘先生和王女士不能理解的是 同样是赠予 为何刘先生给前妻的赠予撤销不了 而给现在妻子的赠予 却被法院撤销了呢 接下来的律师调查环节 专家老师们又会发现 怎样的问题呢 说身边案例 您法理 请理 接下来进入律师调查环节 我问一下您 就是说2003年的时候 你们那个离婚协议当中 按照您的本意的话 这两套房子是要给儿子的对吗 两套房子当时我是被逼的 他写的是以后他继承 我写的是以后给他 所以说这个表达也是前后不一 然后呢就是说 这边05 06年法院都给他驳回了 就说还是我们的共同财产 我来问一下女士 先生当年跟您结婚的时候 你了不了解他前一次婚姻解除的状况 他详细没说房产证乱七八糟 我不知道 你没有看过房产证 你也不知道房子是谁的 但你知道他住在哪一处 对吗 先生我问一下 你跟现任妻子 有没有说过你的房产情况 没有 为什么不说 人家又不问 你干嘛就别人说这样 好 女士我问您一下 如果当时他告诉你 两套房产在他前一次离婚的时候 都约定给儿子了 你还跟他结婚吗 那肯定不会的 因为我有儿子 对吧 我没有一个完整的一个地方 肯定那时候我才三十多岁 对吧 先生这是不是你不说的理由 没考虑过 这里边有一个基本的情节 是11年的时候 您写了一份协议 那个协议当中是约定 您把您玫瑰园的房子当中 所有份额都赠予给前妻 然后那个房子单独归他所有 当时我就没看那个单独 那个后来我才看 打官司我才看 我想问一下 就是之前的离婚是谁提的 谁提的 当时是因为什么原因 长期的就是说感情不好 一天都没有伺候老人 刚才您提到说前妻逼您 他逼您什么了 他逼着我离婚 你并不想离婚是吗 对 那么我想问一下 当时他跟你提离婚 他有付条件吗 他就担心那两套房子 他并不想把两套房子都给你 对吗 对 你认为两套房子是谁的 都是我自己的 但是您刚才在主持人 跟您询问的过程当中 你明确地提到 这是夫妻共同财产 这是后来我才知道的 在您的概念当中 结婚 婚内 无论取得什么 只要是你的名 就是你的 是吗 对 我认为谁付出的多 就是谁的 那我这么问您先生 如果在当时的离婚协议当中 无论是赠予也好 还是继承也好 如果这两套房子的指向 不指向到你儿子身上 能离吗 离不了 为什么离不了 因为他目的就是 得到两套房子以后 都给了脚了 所以这不很明确吗 他不可能是你自己的 如果是你自己的 你们俩直接去打离婚关子去了 这两套房子跟你没关系 我凭什么要给儿子 凭什么要给你啊 对不对啊 你现在告诉我说 这两套房子都是你的 说实话 先生 我说话有点直 您没生气 我认为这话是说给你先生 妻子听的 我是这么认为的 我不知道出于什么样的初衷 也许是让妻子可能 不生你的气 等等理由 但是我觉得这话 并不是你当年离婚时的想法 结婚的时候 您是没有跟现在的妻子 讲过房屋的产权情况 那结婚以后 有没有讲过这个房屋的产权情况 一开始没说 后来就没了我母亲以后 后来零六年 零六 告她的时候 这是捂不住了 这才说的 告她的时候 那时候您才知道 我才知道 有一个离婚协议当中 说房子约定给儿子了 对吗 对 这两套房子 不管是赠予也好 还是继承也好 是不是在离婚的时候 确定他是要给儿子的 对吗 对 为什么现在反悔 因为他这个得到房子了以后 儿子从来没有犯过 你知道吧 你儿子没有得到房子呢 我还健在了 他零五零六 他就要把这房子 过到他名下 那是零五年之后 我问的是 你儿子什么时候 关系跟你不好了 你们离婚之前 你儿子对你好吗 不好 那既然离婚之前 就对你不好了 你仍然要把房子给他 为什么后来对你不好 你就接受不了了 说不通啊 反正是后来 如果说你是离婚之后 儿子对你不好 你把原来把财产 想给儿子想法进行改变 说得通 对不对 关键是你离婚之前 儿子就已经对你不好了 对你不好的情况下 你还要把房子给他 那要不离不了 你不想离婚呢 离婚不是你的诉求 你为什么非得要去离婚呢 他整天上这闹腾嘛 一家子不得安生 先生你现在主动地表述 让我觉得都没有办法 顺下来 我不知道女士 您听明白里面吗 就是先生她所表达的意思 先生是这样 如果按照您的描述 您妻子不停地在闹腾 然后你们全家人也反感她 然后还不照顾老人 那应该是您特别想离婚 结果你告诉我们 是她提出来离婚 然后如果不按照 她的这个约定给她的话 你又离不了婚 这个是矛盾的 您明白吗 这事实 事实就这么个事实 好 那我再来问一下女士 女士 刚才先生提到2005年 就是前妻和先生儿子起诉的时候 您是知道这事的 是吧 对 知道这事 当时你们也胜诉了 对方被两审都判决 驳回了他们这个诉讼请求 我想问一下 这个诉讼对于你后来 要求将西建街房屋 货户到你名下 有关系吗 有关系 你开始担心了 对吗 对 对 我的意识之中 这房子就是她的了 胜诉 你可以理解 在当时不具备将房产破户 至她儿子名下这种条件 可能没有满足 但是并不代表这套房子 就应当破户到你的名下 但我当时没多想 我就想这房子应该是她的 为什么要破到你名下呢 因为你看07年有了我闺女以后吧 她前妻老找事 我就心里不踏实呗 我就想说把这房子 货到我名下 我心里踏实 您踏实了 但您想不想过 前妻跟儿子不踏实 当年你都答应过的事 都在民众局背过案的事 你都能反悔 我当时 你让这俩人怎么信任你 我当时真没想这么多 当时您只想保护自己 对 对 对 没想过先生 他之前的承诺应该是吧 没有 050那个他给扶了 我就以为这个协议就没有用了 先生那我再来问您一个事 因为最开始离婚协议的时候 都约定这个房子是要给儿子的 对 那么你先后两次发生了变化 第一次是跟你现任妻子 决定把房子要给他 第二次是跟你前任妻子 你又决定把那套房子 给你前任妻子 至于前任妻子最终给没给儿子 那是另外一码事 但是在这个两次事件当中 你都没有遵守你曾经的承诺 对 为什么 这个事情都在变化 就跟咱们买衣服一样 我今天看着鞋挺好 我明天我又觉得不好 我就不买了 对吧 这东西 你认为你在离婚协议当中 所做出的承诺 跟咱们去商店买鞋一样 我就是说当时的特定的环境 特定的心态 或者说我可以这么理解 你认为离婚协议当中的约定 对于你而言是没有约束力的 是吗 没想那么多 中医传承 将心悠远 高真堂 传承国粹 弘扬中医药文化 创新理念技术 全生命周期 诊疗养一体 医疗连锁 对肠健病 慢病 疑难病 未病先防 育病防病 以病防促 育后防复 一人一方 辩证失智 造福百姓 助力健康中国马 大医经常 良医好药 方险效 熬治后凡 医人心 高真堂 道地药材 密法炮制 好医好药 好高方 提高诊疗效果 为健康 保驾护航 生命中的每一个点滴 都蕴藏着用心成就的美好生活 27年 我们因健康而生 对于伊利 每一滴好羊奶 都带有生命的温度 荷兰黄金产奶袋 多床配方 伊利科学实验试验证 从牧场到家庭 从中国到海外 伊利羊奶粉 用更高品质 来呵护您全家的健康 生命中的每一个点滴 都蕴藏着用心成就的美好生活 27年 我们因健康而生 对于伊利 每一滴好羊奶 都带有生命的温度 荷兰黄金产奶袋 多床配方 伊利科学实验试验证 从牧场到家庭 从中国到海外 伊利羊奶粉 用更高品质 来呵护您全家的健康 60多岁了 我们就考虑养老问题了 那先生 您把房子都给了前妻和儿子 现任的妻子和孩子们 就没有你们婚姻里面的什么财产 没有更多的去继承 您想过您未来养老 指望谁吗 不是我 我都给了他们了 这事实造成这样 就我现在就想问 我的本意已经给他们分割了 我先给了他们 您别情绪这么大 对吧 我都给了他们了 那他们翻回头来 钻空子 他又告了我这半套 我们不是这意思 我们老是问的是 您都给了别人 您怎么办 您想想未来养老 您怎么办呢 对 您怎么办我们说的事 我这个人 我一开始我就说了 我广怕别人吃亏 广怕对不起别人 我在朋友们当中 大事小情的 我也是这个样 本身说人家清磕了 我就偷偷去结账 关键现在您光替别人考虑 别人不替您着想 那个没办法 事是替别人着想 最后没人领你情 前妻前妻不满意 天天告你 现在妻子也满肚子委屈 然后您这还有个小女儿 将来还不知道怎么办 你看您妻子 其实眼里面有一点泪水 就我真的觉得 她是心蛮大的一个人 如果是一个挺 忧虑型的一个 她可能早就担心的不行了 所以先生呀 这就是刚才我说 为什么今天我们律师也好 心理专家也好 就特想帮您 咱将来的日子 咱过明白 前面呢 您事事都想 大家好 前妻也好 儿子也好 这个现在妻子也好 姑娘也好 然后所以您瞒这儿瞒那儿 结果最后呢 今天答应这个 明天后悔那个 今天把这个过户了 明天那个又起诉了 所以把日子过乱了 咱们接下来 又听律师的建议 就我们为什么 对您这个左右摇摆 提出了质疑 就是因为您今天答应了 明天又变了 然后后天又这样 导致了变化 就跟天平似的 所以他就老摆来摆去 摆来摆去 肯定有一天天平会倒 您明白我的意思吗 主持人和心理专家 也发现了刘先生 左右摇摆的性格 针对于专家老师们 提出的问题 刘先生是否能够 认真思考自身存在的问题 律师提议环节 对于刘先生和王女士 最初所期盼的诉求 又能否达到呢 说身边案例 您法例情理 接下来进入 我们的律师提议环节 这两套房产性质 必须要把它明确下来 是先生跟前任妻子的 夫妻共同财产 这没有任何可以争论的地方 因为在他们的离婚协议当中 已经予以体现 在相关的判决书当中 也已经予以认定 那么其实先生 您刚才 为什么我再反复给你机会 就是我认为 你始终没有承认 你在这整个事件当中 其实你是有过错的 我们暂且不落它大小 但是我实话实说 您是有过错的 那么在今天而言 其实你说了 那套房子 原来你是想给儿子 你的前妻是说 让儿子继承 其实当这么表述的时候 对于你而言 是特别不利的 因为如果你在离婚协议当中 确定你的赠予关系 这叫付条件赠予 你的条件是什么 是离婚 离婚的条件已经成就 你的赠予撤销不了 你现在再想给我反悔 我给我的现任的孩子 我给我现任的这个妻子 我给现任妻子那个女儿 甚至说给我给别人 给不了 那么再有一个 现在呢 女士来了 特别纠结是都是赠予 怎么就撤销我那个 就不能撤销内 对吗 这里面有一个法律规定 按照婚姻法的规定 如果夫妻双方之间的 夫妻共同财产 没有经过配偶 你擅自赠送给第三方 那么这种赠送行为是无效 你就是那个第三方 你是他现在的 但是你跟他之前的 婚姻共同财产是没有关系的 他们把之前的夫妻共同财产 送给了你就不行 可能这个造成今天的这个结果 我觉得跟那个先生自己 在法律上有一个认识错误 有直接的关系 首先是说 他认为婚姻关系当中 取得的这个房屋 只要登记在个人名下 就是个人财产 那么实际上这个认识是错误 因为这个呢 在你们婚姻存续期间 用夫妻共同财产 购买取得的房屋 是属于典型的 夫妻共同财产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女士我也不得不说一句 我刚才说了 先生在整个事件当中 他是有过错的 其实你也有错 在当年你要把西建杰房子 过到你名下的时候 私心大 为什么这么说 如果当时你是一颗公心 你要拿走西建杰 你完全可以叫先生 把他前提交过来 玫瑰园给你 西建杰我们拿走 双方把这个事分割好 你想一想 咱们换位思考 如果你是前提 你突然发现 约定好给我儿子的房子 你给拿走了 而且还是在 我起诉完以后 你给拿走了 你觉得他不会愤怒吗 肯定愤怒 肯定会想办法 把你拿走的东西 要过来 这是很正常 所以说我在这里面 我说你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也有错 你私心重 因为自己考虑 没错 但是那个时候 咱们也得公平一点 没考虑别人 先生还有一个误区是说 他认为离婚协议当中 我所做出的这个承诺 并没有一个严格的法律约束力 实际上就是说 在离婚协议当中 有关于财产分割 有关于子女扶衍 这些约定 实际上对当事人 是具有法律约束力的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最后 现在这套房屋 我们把它分为 使用权和产权两部分 为什么这么来说 从产权上来讲 我刚才说了 它是先人和前妻的 夫妻公司在这 到今天为止 你们仍然没有 就这套房屋进行分割 所以我们可以按照 大家以往的定 各占50% 那么并不意味着 在房屋当中 你只能用50% 因为在你的离婚协议当中 有一句话很重要 西建街的房子 归你居住使用 你居住使用到什么时候 没有 你在什么条件下 可以居住使用 没有 那么我们就认为 这套房屋 你可以一直居住使用 听明白了吗 谢谢 就即使女方确认 她有50%的产权 那么按照当年的离婚协议约定 她也得让你住 明白了吗 比如说你把这房屋租出去了 那可能不行 但是如果你带着你的亲人 在里面住 我客观上觉得 应该是可以的 但只是我个人的观点 能不能得到法律支持 将来如果产生纠纷的时候 你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好吧 明白吗 先生 那又说明她这个 就没有办法了 就木已成刀就这样了 对 将来她这50% 她有权自己处理吗 我当时也想帮你问这个问题的 这50%的那个 实际上就是 目前这套房子当中 您共有的 就是属于您的产权部分 您是有处分的权利的 您可以通过立遗嘱的方式 将这个房屋的产权 留给女儿 留给女儿 或者是说 留给您也可以 针对你这个居住使用权 我也给你的建议是 你不要提出任何权利主张 没有必要 你就在这住着 当有一天 她不让你住的时候 她去行使权利的时候 你拿着协议抗辩就行了 我找到这些拍项 我 RV 我呢 我三个呀 我们是我们这三个呀 我一个这些就 Sami 我三个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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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常就好 我一常就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